从台南起家 红遍南部的知名连锁首饮饮店 要进军台北了 今天上午九点呢 正式开幕市营运 还吸引不少饮料控 前来尝闲 摇起一池蓝莓洞 加入液态奶和伯爵红 均匀搅拌 融合茶香和奶香的蓝莓洞奶茶 饮料控弊店 称霸南部首邀引市场的茶之魔手 终于进军台北 二十四号上午九点开幕 现场大排长龙 非常兴奋 因为我非常爱茶魔 每次去南部必喝 至少得等二十分钟 还是要跟他拼了 店员的手也没停过 不过仔细看看菜单 怎么好像贵了些 经典的台湾清茶 南部只要三十元 台北变成三十五块 山楂乌龙和蓝莓洞奶茶 比起南部也都多了五块钱 如今的付出 大概会是南部的两至三倍以上 所以大概略微调整一下 就是在北部台北市这边 大概多涨个五块钱这样子 挖起两大匙的珍珠和糖水 搅一搅这一杯饮料就完成了 同样来自台南的饮料店 清新真的超狂 为了愚人节推出这款高怪饮料 居然只有珍珠水和糖 你就是会买给朋友喝 不会自己喝 就连老外都说酷 清新抢工愚人节商机 提早在二十四号就先开卖 大约可以提升大概两成业绩 然后应该会吸引 就是许多想要藏鲜的消费者 不少饮料店从台南发迹 北上插旗祭出各种噱头 除了清新之外 包括老字号 武石兰和弥克夏通通来自台南 茶汁魔手这回进军台北 就盼能成功复制 南部热潮 在竞争激烈的台北杀出血路 记者江陈骏张陈也台北采访报道